大家好,这边是iFlogLAB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ICBlocker 那各位如果可以透过这边 然后去下载最新版本的ICBlocker 好,那我在这边已经下载完了 给大家看一下 好,在这里呢 各位一执行的时候呢 就会自动的启动ICBlocker 然后它的server在这边 它上面如果没有启动的话 请你稍微把这个IP的追史给打上去 好,那我们先稍微把硬体接一下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demo的是一个板子 这个板子叫做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板子叫做 各位有没有看到呢 就是STM3212 ST32L152C的这个板子 这个板子 这个是 各位可以到这个网站上面 可以看到详细的安装方法 跟那个官方网站 好,那我们再回来 那么这个板子呢 我们先稍微看一下 我们等一下把PV6跟7的这两个电线的部分 跟Ground的部分 各接一个LED灯 所以接起来之后呢 各位看起来会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各位看到我们在这边有两个 就是这边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6跟7的部分 把它接起来 然后把这里呢 还各接一个LED灯在上面 好 整理一下哈 这个呢 我实现已经做好了一个 好 那这个部分 请你先把 我会建议就是 你把PV6跟7的部分呢 重新写一下 PV6跟PV7的部分 然后各把设定为Output 好 那完毕之后按个Save 好 那Save完之后 再回到Block这边呢 各位就会在 这 呃 外的部分呢 就会看到可以去设定 6跟7的接角哈 好 那我因为这边已经写好了 我就直接改就好了 好 那我跟6跟7的部分呢 把它改成各 亮1秒钟 然后再按个1秒钟的部分 好 那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目前现在的 情况 稍微记一下你现在的时间 好 好 那我们把它做个Update 动作之后就可以了 好 那做Update之后呢 大概可以透过这个方法 让它知道它的毛线是什么事情 那时候呢 你就回来看一下 我们的硬体的部分 好 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硬体的部分呢 你就会发现 欸 2秒钟 然后呢 稍微再等一下 对不起 因为6跟7 它割量 我把程式稍微改一下 6跟7 1秒钟 好 再一次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硬体 这程式被写好 所以你就会看到 1秒 1秒 亮 1秒 暗 所以很快就可以做到这种效果 好 再来呢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把时间稍微改一下 让大家有点感觉 把时间稍微闪快一点 好 那重新再做个烧录动作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硬体 等它烧成功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欸 喔 就闪了很快了 好 所以呢 我们ic plug 目前为止 都可以支持 STM 32L152 这颗 IEC 好 这是直线版的部分 好 那我们这段影片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